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最近的开通运行了 并且和北京、内蒙古、吉林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海南 9个省级平台忽连忽通 今后苍核农民将通过这一平台 事件跨省就义的及时报销 新京报的文章说 开展医保平台的互联试点 意味着信息统筹的技术观已经被攻克了 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 医保跨省报销这些年很少有实质性的进展 那基础原因并不是最核心的制约因素 区域间的利难统筹才是最不容易攻克的难关 医保制度改革牵引发而动全身 那不妨先通过试点实现省一级的信息互通与利益统筹 然后再在总结试点的经验基础上向纵深推介